叮叮 叮叮 来 可爱的黑熊在宽大园区走来走去 围栏外一直陪伴着他们的 是专属奶爸 丘石柱 园内的黑熊很多都是出生后 由他抱着长大 一路腾过来的宝贝 2002年 寿山动物园 迎来国内首例 园内自然繁殖的黑熊宝宝黑皮 从一开始就是丘石柱专门在照顾 黑皮也只认他 整天黏在他身上撒娇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找你 我是奶爸 从小宝宝长到十一个月大 黑皮还是最爱跟丘石柱玩 接着2008年 另外一只宝宝诞生 也是丘石柱无时无刻抱着哄着 命名活动 取名为贝比 后来因为协议送到了台北动物园 之后还有他 因为站姿太像人一战成名 还会打坐被叫攻读声 快出来的波比 也是丘石柱照顾的 前前后后他在动物园 37年照顾过7只黑熊 还曾得过观光优良 从业人员殊荣 虽然他现在已经退休 但还是以志工身份 偶尔进去受社帮忙 陪着这群宝贝继续长大 永远做他们的黑熊奶爸 三十元诸位打鼓符先 高雄报道